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8月21日 题目是 启示真理的主 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 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 却仍在黑暗旅行 就是说芳华 不行真理了 如果金银足以换来人类的得救 即一位宣称 银子是我的 金子是我的主 该是多么轻而易举 就能够完成这件事了 但是违背律法的罪人 唯有凭借上帝儿子的补血 才能够蒙救所 救赎计划乃是以牺牲为基础 使徒保罗这样说到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是负足 他为了你们成为贫穷 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负足 基督为我们写了自己 为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业 因此救恩的最高福位 就是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比特继续这样说 你们既因信从真理 结静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上帝的道真理 乃是主彰显 他的圣灵与能力的媒介 信从真理就结出好的果子 爱弟兄没有虚假 这种爱是出于上帝的 并使人有高尚的动机 和无私的行为 当真理成了人生的固定原则的时候 这个人就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上帝活潑常传的道 这种身生 乃是接受基督 为上帝的道的结果 当上帝的真理 着圣灵 而闽刻在人的心板之上 新的观念就必被唤起 那至今仍然潜伏的力量 亦必被激起而与上帝合作 这就是彼得 以及与他的同工之门徒的经验 基督乃是向世人 启示真理的主 那不能坏的种子 上帝的道 以藉着他杀在人的心里 但这位伟大教师 许多最宝贵的教导 却是向一帮当时 还未能领会的人说的 及至他升天之后 圣灵就使门徒想起他的教导 于是他们分层的悟性 就醒过来了 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述 原文519和520页的 今天的思考问题是 在圣灵真理的光照下 我在态度或者行为的表现上 有何最新的改变呢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